丹麦选手安塞隆直落两局 打败上届金牌得主成龙 拿下羽球男单金牌 比赛后激动流泪 同时也和他最尊敬的对手成龙交换球衣 赛后记者会上他谦虚地说 赢的比赛除了努力还要靠运气 今天刚好他很幸运 我比赛多次玩过去 他有一个大影响给我 很多年轮 在比赛上他真的有很高兴 他来到我的招待 他说恭喜 我来过来的表演 我说他有一个影响给我 然后我问他如果我可以改变衣服 所以这就是它 要赢得出赛像这样的 你都要够得复杂 要努力 这周末是我的周末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来自丹麦的安塞隆 是继1996年奥运会后 第二位拿下羽球男单金牌的非亚洲人 他除了羽球打得好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技能 就是中文讲得特别流利 今天一早他就在微博晒金牌 讲中文感谢粉丝 你们的支持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感谢 赢了奥运会真的是一个梦想实现 从我小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梦想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昨天睡不着 一直想 哇这个 太特别 这个成绩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很期待可以享受这个时间 回丹麦跟我的家人 庆祝这个成绩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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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